嘿大家好 那么首先今天是3月14日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圆周绿的一个日子 那么也确实今天就是国际上的圆周绿日 那么所以首先先祝大家圆周绿日快乐 那么与此同时呢 今天又是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生日 那么也祝他生日快乐 那么众所周知爱因斯坦之前跟奥本海默 也就是这个圆子弹之父 这个奥本海默之前下过一盘对局 虽然说那盘对局已经是家喻户晓 富如皆知 但是呢之前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希望我能够来分析回看一下那盘对局 那么所以说今天就趁着爱因斯坦的生日 给他献上这样一份生日礼物吧 我们一起再来回看一下当年这盘对局 好那么这是一盘发生在1933年的对局 那么看起来好像距今已经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了 但是呢事实上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50多岁了 而这个奥本海默当时只有30岁不到一点 那么首先爱因斯坦直白棋率先走出一步 一四 那么选择走了一个非常自然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步亡斌开局 那么接下来奥本海默一无 白棋爱因斯坦马F3 背棋奥本海默马C6 然后爱因斯坦走了一步这个向导B5 那么走出了一个Rui Lopez 也就是这个spanish opening 西班牙开局 那么在这个西班牙开局当中呢 其实我也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开局小片招 可以分享给大家 但是这个地方呢我顺便我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两个我所知道的这个白棋需要注意的一些陷阱 那么首先第一个陷阱呢就是黑棋这个地方比如说走一个Burling Defense 柏林防御走一个这个马到F6 那么接下来可能威胁的吃这个一四的兵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了白棋可以选择走一步王鞠一位 在这个在这个马吃一四之后呢 那接下来白棋可以走这步狙道一一 有这样的一个威胁 接下来可能威胁的马吃一五之类的 可以把这个兵赚回来 但是呢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走一步比较稳健的一步第三 就通过这个第三去保护一下这个一四的兵 那么然后这个地方黑棋走有有这么一个非常狡猾的一步棋 就是这个马到一七 马到一七马到G6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这个地方白棋可能觉得哎你走这个马到一七的之后你不是送我的一个兵吗 你不要忘记我这个马还是进攻你这个一五的兵的啊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这个下白棋的时候就非常自然走了一步马吃一五 那么事实上在马吃一五之后 在这个马吃一五之后 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局面之下找到黑棋可以获胜的一步棋 好那么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小战术 这个地方黑棋可以获胜的一步棋就是这一步C6 C6那么首先C6这步棋呢它是先手去捉一下这个B5的像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像你不管是走到A4还是走到C4 接下来黑棋都有这一步非常非常巧妙的就是后到A5将军 那么在这个将军之后呢 你没有办法去保护这个你这个义武的马 那么这个片章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上一期上一期这个冷开局陷阱当中提到那个三不得子 也是利用了就是这个后到A5进行一个将军 并且当时抽掉这个抽掉这个像了抽象将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需要注意这样一个陷阱 那么当然了这个局面之下呢其实白棋它还有一个反骗招 白棋这个局面之下可以走一个非常非常狡猾的一步棋 就是走一步这个马刀C4 白棋可以走一个反骗招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黑棋如果一不小心走了一步C6B5的话 接下来白棋有这个马刀D6 马刀D6的这样一个一个江沙的威胁 这是一个闷杀 所以这个也是黑棋需要当心的一点 但是呢黑棋这个地方非常简单的可以走一步 比如说在马刀C4的时候黑棋就比如说把马跳开就可以 你只要不给白棋这样一个闷杀你的机会 不给白棋这样一个闷杀你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他白棋他仍然得处理这样一个 他仍然得处理这样一个威胁 所以在这个白棋走这个向到A4之后 黑棋可以走这步B5 他仍然可以就是赢一个字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陷阱 就是白棋要当心的陷阱 就是黑棋比如说这个地方走一步A6 走一个就实战对局当中走的这步棋A6 那么走出了一个Morphe Defense Morphe防御 那么在这一个A6之后呢 那么当然是桌向了 那么接下来向到A4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屏幕前有初学者的话 那我顺便提一下 你这个向吃C6的话 那并不能得一个兵 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地方 把这个C6码干掉了之后 好像白棋可以非常怡然自得多一个兵 但事实上黑棋他这个地方有一部 非常经典的一部后到D4 那么可以把你这个兵给赚回来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有初学者的话 我顺便提一下 那么所以说这个局面之下 一般来说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一步向到A4 然后这个局面之下 黑棋可以非常狡猾的走一步这部D6 那么走一步D6之后呢 那么白棋很有可能就会走这部D4 白棋这个地方要当心啊 你走这部D4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 接下来威胁的这个D吃义务 但是这一步D4呢 就是给接下来这个 给接下来这个黑棋提供了一个骗招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局面之下黑棋他可以走一步B5 走一步B5捉你的像 那么在你的像到B3之后 他接下来可以吃你这个饼 他甚至可以用马去吃 他也可以用饼去吃 比如说马吃 接下来白棋马吃 然后一吃D4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白棋有很多人就非常自然走一步 后吃D4 那么但是后吃D4 后吃D4是一步错找 因为接下来 黑棋有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战术就是C5 他先手捉你的后 对吧 你后如果一走开的话 接下来C4 他可以把你这个像给捉死 当然这个地方你白棋也可以考虑后到D5 后到D5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抽G的 并且是威胁江沙的一步棋 但是接下来黑棋非常简单的一步向到E6 同时防止了这个江沙的威胁 也保护了这个A8的G 然后不管你后走哪里 不管后走哪里 接下来这个C4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你可以考虑后到C6将军 那接下来向到D7 你这个后还是得走开 走开了之后接下来C4 那么就可以黑棋可以赢一个子 所以这也是白棋需要当心的一个陷阱 那么以上就是两个我所知道的 在这个西班牙开局当中的开局小骗招 那么如果你还知道别的什么冷门的陷阱的话 那么也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好那我马上回到实战对局 实战对局当中 在这个爱因斯坦走完这个向到A4之后 那么黑棋、罗伯特、奥盆海默 直接走了一个B5 那么向到B3 然后接下来奥盆海默马到F6 那么捉一下这个E4的兵 那是爱因斯坦王居一位 当然了这个如果你马吃E4的话 马吃E4的话 接下来有这个巨道1的这样一个威胁 那么所以说实战对局就是这么下的 马吃E4 那么爱因斯坦巨道1 然后黑棋第5 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呢 事实上白棋可以走比如说D3 D3去捉一下这E4的马 然后马一旦走开了之后 他马一旦走开了之后呢 接下来白棋就可以吃掉E5的兵 就把这个兵给转回来 或者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考虑马到C3 同样的想法就是把你这个马给赶走 把马赶走 如果你马吃C3的话 接下来D吃C3 那么接下来白棋同时威胁的D5和E5的兵 还是可以把这个兵给转回来 所以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实战对局当中呢 那么爱因斯坦走了一步A4 那么A4这步棋虽然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尽可能去破坏一下对方 破坏一下对方这个后翼的这个兵的结构 利用起这样一条牵制 接下来威胁的HB5 但是呢这个局面之下事实上 黑棋有这步向到C5 向到C5之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挺难受的一个威胁 你没有太多办法去保护这个兵 比如说你考虑G到E2的话 甚至黑棋可以考虑马持F2 G持F2向持F2王持F2 之后接下来E4 那黑棋接下来E4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你这个马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走 对吧 你可以考虑后到E2去进行一个牵制 但是黑棋只需要王G1位就可以 关键就是你这个马如果一跳开的话 接下来黑棋它威胁的后到H4 那接下来威胁后到H4 那这是一个不太愉快的一个将军 它接下来可能这个马还可以跳的 马可以跳E5啊 像可以跑到G4啊 那速度这进攻速度是相当相当迅速 所以说 所以说刚才这部棋A4其实是一个 这局面下不太准确的武器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在这个A4走完了之后呢 当然了奥本海蒙他也并没有发现这一步 向到C5的这么一步中间起 而是走了一步这个B4 就是跟他冰错开 就是不进行一个冰的对攻 然后在这个局面之下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抽后劲 比如说黑棋马持B3的话 接下来马持C6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 这个马控制了 马控制了E7的格子 就是丢一个后 黑棋丢一个后 那么所以说实战对局当中 奥本海蒙走了一步马到E7 那么事实上这个马到E7 其实是一步非常非常被动的一步棋 对吧 因为马到E7之后挡住了这个 挡住了这个向的一个出路 因为向如果出不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E位 你没有办法E位的话 你这个王就得待在中间 你就得长期受到这样一个 这个G的一个威胁 而且这个地方有一条非常开放的异线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白棋是塔尔的话 那么这款对局其实黑棋已经可以认输了 那么有意思的是众所周知 塔尔是1936年出生的 那么所以在当时这个1933年 那么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塔尔应该是-3岁 那么也就是说塔尔还并没有来到这个美丽的人间 那么当时可能人类对这个开放线的力量还一无所知 那么接下来白棋爱因斯坦 直接走了一步这个后到F3 那么在这个后到F3之后 直接就是威胁的后持F7的一个一步 那么在这个局面之下 其实黑棋应该毫无疑问的走出这部向导E6 向导E6是一部再自然不过的一部棋 首先正常出此 其次它可以保护这个D5的兵 它也可以保护这个F7的兵 向导E6是这个局面之下最自然的一部棋 但是呢 当时奥本海默不知道为什么走了一部不太精确的一部F6 那么在走完这个F6之后呢 那是可以判断的出来奥本海默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水平不太理想的一位棋手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 这个白棋给了白棋一个非常常见的战术 那么做过战术训练的朋友们肯定这个地方可以秒达出来 黑白棋接下来那一部非常巧妙的战术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具备这样一种扎实的战术基本功 这地方白棋可以走一部后到H5将军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 那么当然了这个G6或者马G6当然你不会考虑的 马G6的话接下来打开了这样一个异显 那接下来马各种各种各样的马的山江 所以G6那么接下来这个马吃G6 对马吃G6就是你没办法 这个地方你马是没有办法吃的 因为这个地方G有这么一个牵制 当然你冰其实也并不能吃了 因为你冰这个地方也有这么一个牵制 所以说那么实战对局当中H吃G6 那么后吃H8 那么这局面其实完全白棋获胜的一个局面 那么当然了刚才这个局面之下 除了这个后到H5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这个战术以外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他还有一部非常巧妙的棋 就是马到C6 这同样也是一部非常非常巧妙的棋 他同时威胁的吃这个 他同时威胁的D8的这个后 也威胁的这个E7的这个马 首先你这个后如果不管走哪里 你后到D6 那接下来可以从马吃E7 向吃E7之后白棋有这么一部先手的出向 先手出向威胁你这个D6的后 你这个后其实并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走 比如说你后到D7的话 接下来向吃D5 向吃D5 接下来威胁的吃你A8的局 你局一走开的话 接下来向到C6 可以赢你一个后 那么所以说刚才这个地方 除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战术之外 这个马到C6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那但是实战对局当中 爱因斯坦走了一些非常传统的棋 后H5G6 马吃G6 没去吃G6 后吃H8之后 这个已经 这个局面已经足够 足够占优了 那么接下来实战对局当中奥奔海默 马吃B3 那么当然了爱因斯坦走了一部C是B3 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地方还有可以白棋 可以考虑直接走一个向到H6的一部中间棋 就是在吃马之前直接发动更加 直接发动更加快速的一个进攻 但是C至B3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接下来黑棋奥奔海默走了一部后到D6 想要去保护一下这个 保护一下F6的兵王 但是接下来这个白棋 向H6 那么就是利用起这样一个牵制 继续对你这个F8的向施加压力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局面之下 你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这个 保护F8的向 因为你这个马走不开 你这个马始终是被牵制住的 所以说马走不开的话 你这个后也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想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 奥奔海默走了一部王到D7 爱因斯坦向持F8 然后这个地方黑棋奥奔海默向到B7 想要来制造一个牵制 但是接下来白棋后到D7之后 进行了一个反牵制 那么事实上这个局面之下 其实已经是一个鸡飞蛋打的一个局面 没有黑棋奥没有任何办法 对吧 你不仅仅少子 而且接下来这个马受到这样一个牵制 你也受到这样一个牵制 而且还不断的进攻你这个E7的马 实战对局当中 马刀鞠到E8 那么也应该是保护这个E7 马唯一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局面之下 那么爱因斯坦走了一部这个马刀第二 那么事实上这个地方一个非常简单的获胜的方法 就是可以考虑强行跟黑棋对子 鞠吃一期将军 那么当然对方鞠吃一期 接下来后到E7将军 后吃一期将军 那么就强行的把所有的子都对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棋因为多一个G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胜利 但是当时爱因斯坦他并没有 他并不想直接去简化这个局面 他可能就是非常非常享受这一种 就是不断的压制奥本海默那种感觉 他可能非常享受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马刀第二之后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黑棋这个地方已经 他直接动不了 他直接这些子都动不了 当然了黑棋这个地方可以考虑比如说走一些向 向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漫无目的的一个闲停性步 但是呢这个意义并不成大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呢 那当然别的子都动不了 因为如果你这个G走开 G走开你丢一个马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进攻三次 白棋进攻三次 黑棋也防守三次 所以说暂时这个马丢不了 但是如果你G走开或者你后一走开的话 你都会丢一个马 那么当然了这一批E7的马就更不要说了 对吧 这批马自从从这个C6跳到E7之后呢 那就算是废掉了 那我们可以称之为废马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 爱因斯坦走了一步G 诶 啊实战对局当中 黑棋奥本海默走了一步C5 那么爱因斯坦GA第一正常出子 那么把所有的子都放在比较积极的位置上 那么接下来这个奥本海默A5 那么从这刚才的这两步C5跟A5当中呢 其实我还是能够蛮强烈的感觉到 当时奥本海默内心的那种惆怅与无奈 那么接下来爱因斯坦走了一步这个马到C4 那么当然了这马到C4当然也是一步妙棋 他接下来威胁的吃这个D6的这个后 威胁吃D6的后 当然如果你后一走开的话 你还是会丢一个E7的马 那么而且如果你D吃C4 那么也就是D吃C4 就是D吃C4 那帮助了白棋打开这样一个D线 所以黑棋会丢一个后 那么所以说这个马到C4当然是一步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妙的一步棋 但是呢 但是呢这个局面因为已经是白棋 完全碾压性的一个优势了 所以妙不妙棋是已经不重要了 对吧 因为这个局面之下只要不瞎走 只要白棋不瞎走呢 基本上都是好棋 那么这这步马到C4呢 只能算得上是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型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呢 黑棋也没办法 D吃C4D吃C4 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局面之下呢 就体现了一个科学家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那种 坚持不懈 坚忍不拔 勇不延弃的那种精神品质 那么在这个局面之下 虽然说黑棋已经希望渺茫了 但是呢 当时罗伯特奥本海默 他并没有放弃 他并没有认输 而是非常毅然决然的走了一步 后吃第一 后吃第一啊 但是呢 当时爱因斯坦走了一步 狙吃第一将军 那么接下来这个在王道C8 然后全场最后一步棋 这个相吃一期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 把这黑棋这匹肺马给吃掉了之后呢 那么在这个局面才终于 这个奥本海默觉得大势已去 那么就倒戈卸甲 当时心灰意冷 而外念俱灰 那么所以在全场第24部 那么终于就是黑棋认输 好 那还是希望大家依然能够非常享受 这样一盘经典的对局啊 那么另外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LXP135 七里香的空气 LittleO 三黑三死 李三尹 小九会飞和星海之下 欲犯无悔 本周给我提供的充电支持 那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依然来日方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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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